生命愿者 四位同修,即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放长 我们接着来学习 太善感应品会篇节药 第十六条 第十五条 此边所在善恶 先兮必记 及拓壳歌枯 皆未有观天见 人独此等语 皆以为渺茫 仿佛不可究竭 不知甚小景微之道 故圣贤所贵也 这一条我讲 太善感应品 所记载的善恶 先兮必记 这个先兮就是比较小的地方 也都 去主了 都具备了 都有讲道了 不但这个大的 大的善恶 讲到 这个小善小恶 也都讲到了 就是极拓壳 割极拓壳 拓开 是拓开 割枯 这个 拓就是 土壇 不可以向北方 去土壇 不可以向北方去土壇 这个土壇不能乱土 这个壳 这个咳嗽 比如说我们跟人家讲话 不要对着人家 咳嗽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一些小的 这些礼节 不要对着人家 剃牙齿 这些都有记载 那么歌哭就是 唱歌 那么唱歌啊 也是 要有 时间上的选择 不是自己 喜欢爱唱就唱 也就是说 不可以影响到 别人的生活企迹 要考虑到这一点 有没有影响别人 另外呢 比如说 在伦理讲 这个 巷子里面有人往生 就是邻居 邻居有人往生 那你不能在那边唱流行歌 唱那个很快乐的歌 那让这个 这个商家听了 心里就很难过了 好像他们家死了人 你很高兴 那这个就不合乎理 那么这些生活上 很多 哭啊 也不能乱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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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例子啊 要知道 举一反三 哭笑 这些都不能够 随随便便 都要合乎一些常理 不能人家看到啊 也会觉得怪怪的 很奇怪 那么 在大陆上也是看到这样 在台湾也是这样 那抽烟的人啊 他就 烟头就乱丢 那这个 乱丢烟地啊 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不好 这个习惯不好 总是啊 你要有一个烟灰缸啊 或者是丢在一个 你把它吸掉 丢在垃圾桶 这个抽烟啊 你说下面那个地啊 干干净净的 然后 它就乱丢 那还有一些 很没有功德心的 我们到高速公路啊 台湾还比较少一点 那大陆上很多 它那个烟地啊 就丢在那个小便斗里面 那这个很没有功德心 那这个 就是说好像 不是什么大事情 但是呢 这个圣贤 对这方面都很注意的 所以这个 过去我们台湾啊 蒋经国总统 当总统的时候啊 也提倡啊 一个 你丢我捡的运动 就人家乱丢垃圾 乱丢垃圾 你前面丢我后面捡 捡到看你会不会不好意思 不要乱丢 那这个 还有微笑运动 微笑运动 这个你丢我捡 那微笑运动啊 也是在那个 像我们这个七公所啦 地震事务所啦 那以前有一些 办事的人啊 可能事情多烦啦 或者他跟他先生吵架啦 然后呢 人家 民众要来办事 他一个脸就臭臭的 那常常啊 跟人民啊 起冲突 所以那些什么 游击啦 那些公共机关 当时啊 也提倡一个叫 微笑运动 微笑运动 不要一个 摆一个脸啊 这个这个 那这个大家一看啦 心里就不舒服 就容易啊 起冲突啦 所以这些 虽然是小地方 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啊 所以这个圣贤呢 这个感念篇挤出来 就是这个小地方 都有既功既过 大的过失既大过 小的过失既小过 大的功劳既大功 小的功劳既小功 虽然小善 但是他还是善啊 累积小善就成大善 累积小恶就成大恶啦 所以也不能舒服 这些小善小恶 那我们总是 这个小善小恶啊 你累积起来 就是大善大恶啦 细水长流啊 那长时间下来啊 也就 这个 有很大的福报啦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 这一条啊 给你们讲啊 都有天见 那么一般人就是 讲到说 哎呀 讲这些 很渺茫啦 哪有什么鬼神啊 所以他就 不知道啊 去圣小景威啦 他不知道啊 这个是圣贤啊 小地方都很重视 所以 地藏菩萨本念经也给我们讲 这个 事故众生啊 莫轻小恶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先逃受止 就是说 不要以为小的恶业啊 那就造了没关系 都有报应的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在生活当中 自己啊 起检点 反省 改过 好 今天 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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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